高雄桃園區代表謝一貞在11號下午在這個明霸克路橋斷點處遭到泥流衝走失蹤的事件呢 現在當下最新的影片曝光了 就是這個副心裡的里長江維銘 他看到謝一貞代表落水之後立刻下水想要救人 其實也在第一時間有拉住這個謝一貞 但後來遭到泥流的襲擊 他在起來之後就發現沒有抓到人 而江維銘里長在脫困之後也是立刻向一旁的同伴來表示 自己其實已經有抓到他 但卻被大木頭給打中 我抱了他 我抱著住那裡啦 你放過來 你住一住 你住一塊 他可能打到這 你我踩的那個木頭 你住一塊 你住一塊 可以聽到里長的語氣是十分的難過不捨 甚至速度哽咽 他其實自己也被這個泥流所淹沒 好不容易爬起來逃過一劫 返家休息清潔之後 冷靜下來他再回想起整件事情 還是情緒激動 抓到背後把衣服都抓緊之後 我正要使力拉到橋裡面 但是正要使力的時候一顆大木頭就從他的頭上頂過 而截至目前為止各搜救隊呢 也還在持續搜索當中 只希望有好消息能傳回來 謝偵代表能夠平安 鵝阿寮漁港在十一號的下午發生一起民眾落水的意外 但是十分的離奇 這是一對老夫妻帶著孫子呢 坐在港邊正在看海景吃東西 突然就被一部正在倒車的轎車給撞到 夫妻輛雙雙雙落海 來聽一下警方怎麼說 後車廂蓋沒有蓋傷 所以沒有辦法看到後方有任何狀況 他陳述他感覺有撞到義烏的時候 他下車翻看已經有人落水 他就趕快跳下海去幫忙 而從港邊的監視器可以看得出來 在事發當下呢 的確是有東西掉落海中引起的水花 而這名造勢的張姓駕駛呢 他在發現撞到了東西之後 到下車查看原來是撞到人 也是立刻跳下海來搶救落水的民眾 而這對夫妻被救起來之後呢 目前太太是已經出院 而先生呢還在加護病房救治 好幾台機車跨越雙黃線 差點把對上轎車逼到無路可走 因為眼前的這台貨車不但臨停 而且還逆向停在車道上 所有人都只能冒著危險 從左側快速通過 不過更誇張的是 往前不到500公尺就是平交道 加上當時是上班尖峰時間 車來車往就怕容易發生意外 民眾把行車記錄器PO上網 落空貨車駕駛真的太誇張 那個司機大哥就逆向停在路邊 然後很悠哉的在辦他的貨 我有找到他 他老婆有出來說 他好像並不是第一次這樣 對 其實我也看到滿多次的 17號早上7點多 這名男子開車上班時 看到貨車駕駛逆向臨停 進一步了解還發現 原來他不是第一次違規 就連家人好心勸說 他也都聽不進去 該路段不斷車流量大 而且常常有民眾騎車 帶小孩外出 就怕車輛違規停車會發生危險 而駕駛違規最高恐怕得面臨3000